深坑区公所22号上午举办的 姓平社区组织扎根即社区营造成果展 现场除了展示三年来 引发长辈在社区内参与活动所完成的多元作品之外 还特别邀请到了社会局专委林坤宗 到场讲述性别平等观念与作为 结合姓平观念推广于社区营造工作 深坑区公所22号上午在公所五楼大礼堂 举办姓平社区组织扎根即社区营造成果展 特别邀请新北市社会局专门委员林坤宗到场演讲 专委林坤宗表示 近年来新北市大力推动性别平等 希望透过课程或演讲让大家认识姓平观念 同时也加以落实 共同消除歧视建立性别友善 不管在家里面的家务分工或是照顾的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大家能够男女都一起来的话 那对于今美很多妇女朋友的这个照顾压力是非常有帮助 所以今天这个三科的过程 这个演讲的过程之中 我们主要是跟我们所有社区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其实是西斗 西斗就是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 这里面会讲到很多 我们怎么样在很多的一些 在社区里面建立一些友善的措施 来帮助我们这些妇女朋友 这场活动除了姓平推展的讲题外 一旁还展示了丰富多元的社区营造成果作品 深坑区长刘新明表示 公所获得106到108年文化部营造老人乐活环境 社区动起来实施计划的经费 在这三年的过程中 以老人共餐为基础 激发社区力量 让长辈愿意走出来 不论是阿公还是阿嬷都能够乐于参与社区活动 因此包括自画像 纸扇子等等的作品都是长者乐活的展现 在我们深坑每个社区它有老人共餐 以这样的一个大家在一起共餐的这样的活动为起点 然后我们再增加了一些社区大家一起来做的一些活动 那么也这三年来也有一些成果 那今天就展现出来 深坑区公所表示 借由社区营造 凝聚的社区民众之间的情感 也使得长辈在各种欢乐温馨的活动中 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以及营法生活的多元化 且期盼借由不同类型的活动 也将性别平等观念扎根于社区之中 打造一个乐活友善的生活环境 记者杨邦友 丑芳琪 深坑采访报道